大家好,我是Dan 大家认识一个叫做罗吉的韩国22岁模特吗? 他从去年8月开始在IG分享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7月1号,他上传了自己出演的广告后留言 紧张的地上部电台首次出演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出演的广告 所以他到底骗了什么呢? 其实这位罗吉不是真人而是虚拟人物 哇,不是真人? 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跟虚拟人物明昏了呢? 怎么看都像个人呢? 我以为是为了出演广告急着练舞 所以有一点点不自然 竟然不是真人,太惊讶了 不说的话就看不出来 说了就好像是有点不自然 我看以后AI虚拟人物应该会出演电视剧 或者是建军K-POP吧 所以对于AI虚拟人物 以后可能会出演电视剧或者是建军K-POP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7月6号,已兴趣Weekend回归的Tayun 在IG发文举接了酸民们 胖的话就说很胖 瘦的话就说看起来像病了一样 穿宽松一点就说像男生 穿紧身就说很色情 吃多了就说是猪 吃手了就说是挑剔 喜欢名牌就说是败籍女 喜欢杂牌就说是没有品味 反正想骂的人还是会骂 所以我想要随心所欲的生活 对对对,酸民们就是为了酸而酸 黑粉们为了黑而黑 就是因为嫉妒才会那样 所以真的不需要理他们,做自己就好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在SM歌手们的事件关里 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狂亚 狂亚就是荒野的意思 不只是在Aspel的Blank Mamba Nest Level有出现 在NCTU的Gushikilabu Exo to fight the feeling NCT Dream Hello Future 都出现了狂亚这个词 看来在SM世界观里 狂亚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但是即便这么重要 旗下歌手们好像还不是很了解 首先是NCT成员 乔务杜亚在直播的时候 有粉丝留言问 狂亚是什么 然后有位粉丝也问了 太阳 太阳会不会去狂亚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的反应 我觉得太阳这个时候应该是想说 你什么嘴巴 啊语气也好好笑 读问题跟回答的时候反应差太大了吧 爱德文也不知道狂亚世界观 SM歌手们不理解世界观 或者是发愣的时候 怎么这么好笑呢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SM娱乐里有一个 不只是不知道狂亚 就连自己团队有没有世界观 都不知道的男团 我们来看一下 ENNEGY Nada的是什么 广 ю 广 以前的人 现在已经在 我们的世界界 我们为什么 不是 我到底不知道 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 House Party House Party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的世界观有什么 我们的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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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主角的主意 SuperJunior的 音乐世界观 你知不知道吗 我们的音乐世界观 我从我们的音乐世界观 我从我们的音乐世界观 我从我听到的说话 我们的音乐世界观 我们的音乐世界观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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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的朋友 XO 公众党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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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UPER GENER 最后顺便庆祝一下 庞谈SUNNAND的BOTO 在皮里波的连续6周拿下 意味着 拿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本宫祈求 Thank you明天的结尾是我的闺蜜 太炎飞的新歌 小电子 小电子 我才真名 i know you oh i know you you